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费尽了千辛萬苦 從台北你看坐高鐵 然後再搭車 胎了兩個多小時 從台中高鐵站 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 南投某一個部落呢 先不告訴大家 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風景 這麼美的瀑布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這裡是南投縣仁愛鄉的鐵比倫瀑布 大家知道原住民族中 哪一族的分布是最廣的嗎 答案就是泰雅族 而這次要拍的影片 就是要前往南投仁愛鄉 泰雅族的瑞岩部落 有許多好玩好吃好看的要介紹給大家 話不多說 走吧 跟你說 我們剛剛從那個下面瀑布到現在 已經過了大概半個多小時 那這邊齁 我們要來完成任務了 這個任務呢不在那個六個任務裡面 是突然加進來的 我們都知道泰雅族的文化其實有很多種 其中一個就是非常著名的 口黃琴的文化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個盛裝打扮 有沒有 像個泰雅族的少年 青年 好我們現在直接進去 老師在等我了 好那 我們要不要先介紹一下口黃琴 好 我們今天是要做竹片的 竹片的 比較簡單 OK好 其實我們竹片也是蠻蠻雜的 哪一種的竹片 就這種竹片 所以我們今天做一片的就好了 對今天竹片是只能做一片 OK 然後 ло這個是同片的嗎 對對對 這個要做大概要兩天 喔這要兩天 對 那我們今天要做兩天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就好 好好沒問題 一個小鐘就可以了 要製作泰雅族的傳統樂器 口黃琴 首先要找一片長得筆直的竹片 一刀一刀的刨開 然後現在要再割這個 算是黃片的位置吧 對 這邊它這個老實說 間距越少越好 就像這樣子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為它這個只能做很細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一點點一點點了 所以現在要割 割完以後就準備穿孔 穿這個現穿過去的地方 黃片的厚薄 決定口黃琴的陰高 最重要的是讓黃片 和琴森的結合面積越小越好 而泰雅族也是目前保留 口黃琴文化最不遺餘力的族群哦 跟大家說我剛滿了大概 不是 我們剛剛忙了 大概快一個小時哦 結果呢 我都已經把兩邊都挖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它割開 殊不知我一個手勁太大 斷了 我跟你說這個口黃琴呢 就是這樣斷了以後 用快乾膠就算黏起來 它聲音還是不好聽 因為一定要它一體成型的 所以我只能說 人生第一次的口黃琴出體驗 失敗 唉 真的有點難過耶 雖然我落差了 但還是要請老師演奏一下口黃琴 這個泰雅峰味烤肉呢 是我6項 6加1項的任務其中之一 我已經打勾打完了 那也算是任務完成 我現在肚子超餓 剛走完那個溫泉 不是溫泉 走完瀑布 真的6點可以吃飯了 我們來看一下泰雅峰味烤肉是怎麼樣子吧 吃完傳統泰雅族的烤肉餐 來喝點傳說中的巴告茶吧 一起來一起來一起來 這個來到巴告茶一定要的啊 對啊你要去形容它啊 你們沒有喝 怎麼會知道 喝完的時候你們才可以下瓶雨啊 那先喝喝了再上 對 先聞一下這個味道 是的 清香 它有淡淡的蜜味 對它有個蜜味 等一下你喝完的時候聞它杯底的香 它有淡淡的花香 喝完了再聞它的杯底 它杯底冷掉的時候它那個香味更不一樣 所以你先體會 你才去講這個裡面的那個感覺 姐姐我還要 怎麼去形容它的茶藝 好香喔 它那個清香的那個蜜香味 我覺得跟其他的茶不太一樣 而且很容易區分 因為其他的茶可能就是回甘 就這樣子 然後帶點苦味 可是它這個是帶點甜 對 香 百合的香那種感覺 對 淡淡的花香它很濃郁 它慢慢喔 第一杯一第一杯 而且它的蜜味特別濃 喔 有 有沒有 很香耶 搞不夠濃的蜜 每次要拍要聞東西都很可惜 因為 就只能拍到影像跟聲音 沒辦法讓大家聞到那個味道 因為它真的很香 喔 因為它的特殊的香味啦 對啊 那如果想要聞的話 麻煩自己來齁 好啦各位早安 現在是早上七點半 有點累 連續兩天都早上六七點就起來 那今天呢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昨天除了說要去尋找太亞族的聖石呢 穿太亞服飾 然後成為太亞獵人 去舊部落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其實是瑞岩部落的新部落 他們當時921大地震以後 全村遷來這邊 好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先回到茶園那邊去吃早餐 走吧 吃飽了 等一下要上班了 要上班了 好睡嗎 好睡超好睡 好睡 那個聚落呢其實就是瑞岩部落的舊部落 那為什麼是天空之城呢 乾淨一點 有沒有有點像它就是漂浮在空中有沒有 應該說現在我們來的時間太晚了 如果你早上清晨來的時候你會看到 雲霧繚繞 有雲海 對因為其實這邊海靠也算到16001700左右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去探訪一下舊部落 從日治時期 從以前就有那個舊部落 瑞岩舊部落 好來體驗一下太亞服飾走 對所以你這件駐馬衣是配我們的頭目裝 頭目喔 所以我現在要成為頭目了 對現在先做頭目 有聽到嗎 現在小弟也變成為頭目嗎 對頭目要先出去 對 那先從這個 對我們先從頭目 對我們先從頭目 前腔腳 頭蓋骨 然後背後就是這樣 這樣子 單耳的 對它是單耳的 嗯哼 對 那我們 這個出去的時候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頭目最重要的是怎麼樣 這一隻在市面上 目前也都沒有看到 這隻叫粗草刀 粗草刀 早期祖先是列人頭的 所以這是 這也算骨雞了耶 骨雞那時候骨頭版的 對啊 對啊 對啊四代 他說之前就是他們整理前有那個 上面還有血跡 然後 有的沒的的 有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 這種粗草刀耶 對啊小小的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這好酷喔 你看這個聲音 這一隻是列動物的 出草刀它的比例你看 兩隻的比例就差很多囉 嗯 所以它的刀子比例都不一樣 市面上還有一個最常看到的是更小隻 對更小隻 嘿那個是出草刀 就是在農裡面工作 嗯除草刀 除草的 除草的 好你看當了一個早上的頭目 我跟你說 現在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直接穿這個頭目的服裝 到我們舊部落 就是 後面的天空之城去看一看 走吧 頭目由出發囉 還是拿相機比較習慣 發現了一個 兩棟房子非常有歷史意義 它其實應該在瑞岩舊部落 保存最完好的 都是由 日治時期 保留到現在的房屋 你看它這個其實 都是 日治 是沒有什麼味道啦 可是剛剛欣如姐跟我說 如果 下雨過後來的話 它那個水氣上來 整個房子 整個區域都會很像 所以這個就是真的都是 真正的日治 好你看到這邊有三個門牌 其實三個門牌 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年代 這就是我們最一般的 仁愛翔瑞和路四號 這是我們現代的 那這個呢 先講這個好 這個有沒有 房屋睡急牌 南投縣仁愛翔 它其實是在光復以後才使用的 所以這個歷史的話 70年跑不掉 民國38年以後 這個就是 當初房子建好以後 日治時期所沿用的 甲三愛 這邊是甲區 因為其實這邊 瑞和舊部落有分 上部落跟下部落 然後五千多人非常多 所以這整個區都是甲區 那其實日本它現在也是沿用這種 用手寫的 所以這邊就是甲三愛 然後旁邊那棟也是 好我跟你說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保存非常完整的 那其實這邊呢 從那個操場看到 這其實是早期日本人的家 對不對 加瑞 怎麼分辨呢 你其實看它上面 這個三角形 它的三角形越大呢 代表它的關階越高 所以這個的話 小小的 我們等一下走到後面 就知道 什麼叫做 將軍的家 走 你不是拿你的水喔 你不是拿你的水喔 所以加瑞這一區它基本上都是在慢慢在整理對不對 對 你看喔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那個 來鏡頭 帶到上面 我們走近一點 對 這個跟剛剛的那個 前面看到的小小 那應該只是軍官 這個應該就是將軍 對 但是呢 我們現在沒辦法上去 然後其它裡面其實還 剛在整理當中 所以看不到它完整的樣子 但是你光看這個門眼就知道 兩個位階其實有差 好 那我們已經完成很多任務了 這邊是舊部落 天空之城 打勾 然後你看傳統服飾就在身上 頭目耶 然後昨天的巴告茶 好喝的巴告茶 那我們現在呢 要往那個 太亞族的聖史 往那邊走 那最後呢就是 射箭 好 我們謝謝我的小幫手 加瑞 感謝你 謝謝 不要害羞啦 特寫特寫 離開天空之城最后部落後 來到了太亞族的發源地 比斯布干 有一天大地突然發出轟轟巨響 一塊大石頭出現了一道很深很深的裂痕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裡面走出了兩男一女 其中的一個男人 覺得這個世界太寂寞了 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 所以就轉身往裂縫裡面鑽 這時剩下一男一女 就是太亞族祖先的由來 好 我們現在是在敬拜祂 祂說 希望你們來這邊 再給我們這個生活發展 認識我們太亞的文化 對 認識太亞文化很重要 對 所以高拔你準備了什麼 這是什麼 竹子是什麼 這是什麼 龜子筍 這是杯子喔 杯子用的 因為這個也是環保 對 環保可以可以 交談一下 好 先直接喝嗎 然後再講話嗎 一口飲 一口飲 天 天 地 祖先 天 然後地 祖先 好 就先講話 先講話 我可以 都可以 嗯 好 直接喝 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講 好 好 也可以 這邊也不能 也不能 嘻鬧也不要笑 這等於到我們廟一樣 因為剛剛跟祖林講 這邊有一個 祖先的靈魂 在這裡祖林 最後的最後 我得通過射箭考試 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泰雅獵人 像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支啊 這一支弓呢 它其實就是非常泰雅傳統的弓 竹空 對 竹弓 然後你看它其實就是用編織 把它編起來的 那其實它不太會有 那個一般的那種 算是裝飾吧 它不太會有雕刻 但是洛凱族啊 阿美族啊 它其實就雕刻的很厲害 但是喔 除了這個 除了弓以外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我的箭袋 剛剛 高拔跟我說 這個箭袋 參加過比賽 它靠這個贏了2000塊 它這個是三槍皮去做的 很漂亮 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很想要 整支 就是三槍皮 然後去做那個箭袋 然後可以放 24 6 8支箭這樣子 這個真的推推 它這個很讚 很有感覺 我們剛剛已經試射了 我跟你說 我從國小距離就射不準 我那個箭是直接這樣掉在地板上 因為那個 它沒有那個尾巴 對 它這個箭是沒有尾翼的對不對 台灣的唯一的沒有放 喔 所以說只能射18公尺 最多18公尺這樣子 對 如果超過18公尺 它就 不穩定這樣子 就射不到這裡 不會那麼準 喔 OK 如果說 範圍移的話就可以50公尺都可以 50公尺都可以打 我們現在把那個任務卡 訂在上面 你看 這就是我接下來的把 我要射到哪裡 射到這一個 OK 大概是 呃 7分 6分左右的地方 就是這邊 那我們要射到才能下山回家 這就是最後一個項目 直接來挑戰 走 那我現在就是要射把 那距離大概是 這樣幾公尺啊 高把 5公尺 9公尺 好 好 沒中 應該是沒中 嘿嘿 奇怪咧 欸 好像射中了喔 欸我射中了耶 我插到邊了耶 欸 可以耶 好我們射完了 欸 欸 欸 來來來來 我好像射中了欸 真的射中了耶 你看你看 這六支箭 有喔 你有沒有看到 欸可以吧 瑞瑞 可以啊 欸你不要那麼不屑嘛 阿不然你來射看看 行行的這個 六支箭就射了這種 好 好啦這兩天其實非常的繁忙 我完成了至少六個任務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應該就是 你看 這個 用箭射到的 雖然沒有射到中心 但是還是 我覺得可以啦 有沾到邊就OK了 你也知道那個弓 很硬 至少有30磅 大概15 20公斤起跳 歡迎大家一定要來部落體驗 這個原住民族的那個風土民情 因為時間有點趕 要不然我真的很想要待在這邊 不覺得我這個 一身定裝超合適嗎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呢 好我之後也會拍一些 一系列原住民族的影片 鎖定影片 OK 好那我們準備下山啦 這次的部落旅遊開麥拉 任務大成功 至於下次要前往哪個部落呢 大家敬請期待啦